Hello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沿海岸线的旅程来到了广东东莞 在1839年 就在东莞的这一片区域呢 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虎门硝烟 我现在是在虎门硝烟的旧址 这个地方呢也是来东莞必须要来看一看的地方 下面呢咱们就一块去转一转 我们一进门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有气势的雕像 在晚清时期 国外的一些人都把中国人称作是东亚病夫 这个罪魁祸首呢 就是因为鸦片 我们在许多影视剧里面都可以看到 在当时是烟馆遍布的 每一个抽大烟的人 都是瘦骨临巡的 每当我看到那样的场景 我都觉得特别的难受 可见鸦片对于我们人体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当时清政府派林泽旭来到广东进烟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当时的硝烟石 在林泽旭到任之后呢 在当地官民的支持下 一共收缴了英美鸦片 共达237万6254斤 并且在同年的6月3号到25号 在虎门的海滩挖了这两口池 准备消烟 两个烟池每个2500平方米 四边有篮庄钉板 池底是平铺的石板 在烟池前有一个寒冻 寒冻后通着水沟 在烟池的周围是用栅栏篮起来的 先由沟到车水入池 撒盐成乳 把所有的鸦片都掰碎 扔到卤水里 浸泡半日 然后把烧透的石灰扔到水池里 顿时就好像开锅了一样 沸腾起来 再由民夫每一个人拿一把铁锅 木耙来回搅 搅到颗粒都融化了之后 等退潮的时候 把寒冻打开 烟渣就随着海浪走出去了 然后用清水清洗池底 不留任何的残余 在当时消烟的时候 观众可以说是相当之多 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激动 各个拍手成块 对林泽旭也是赞不绝口 虎门消烟也成了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在虎门消烟之后 仅仅一年 英国就发动了鸦片战争 起初在这一带 建有微远 静远 镇远 炮台 西岸山上建有巩固炮台 焦门炮台 由林泽旭亲自督住 安装了5000至8000斤重的大炮 几十门 获利可以严密封锁江面 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撤走了海防 最终鸦片战争战败 并不是我们中华少英雄 只是当时的清政府真的是腐败到了骨子里 战败也就成了必然 从此之后 便揭开了近百年的 受猎强侵扰的屈辱历史 虎门消烟的这个旧址 它更像是一个公园 在里面呢 有很多炮台 能让我们更好的去 融入到当时的那个环境 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个鸦片战争的博物馆 但是呢这个博物馆星期一是闭馆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哟 在博物馆的门前有两口清军火炮 踏上去就特别有年代感了 但是这个炮看着在当时不怎么先进应该是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玉须古庙 就是当时林则徐硝烟的时候 存放鸦片的地方 虎门硝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件大事 虽然整个这个旧址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们来这儿呢 主要就是感受当年硝烟的这种气势和信念 在这儿呢 我们也能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气节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地方 也是来东莞不可错过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拜拜